大家好,我是小马 本期课程是CloudFormation的第29期 本期的主题,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Lambda函数 今天咱们要采用CloudFormation技术 来快速部署咱们的Lambda函数 让咱们马上开始 不过在此再多说一句 小马曾经给大家做过Surilize的课程 它也是无伏极框架快速部署Lambda函数 其实内部它也是采用CloudFormation的技术 也就是说咱们如果想在AWS上 部署无伏极框架Lambda函数的话 最根本的技术不是Surilize 而是CloudFormation 让咱们马上开始 好的,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使用CloudFormation建立Lambda函数 下面是它的官网 小马给您访问一下 Ctrl-C做口碑 这个是小马的官网 让咱们进入 大家请看AWS的Lambda函数的模板 在这个网址当中给您写了 该如何的部署Lambda函数 但是它这个例子给的非常的不好 非常的长 小马的把它简化到最简单 让您可以快速的去通过 CloudFormation进行部署 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部署Lambda函数的时候 不仅仅是写上几个函数代码 而是还要对它做IAM授权 代码不易过长 小马给您总结的最简单 最干脆 让您一看就明白的模板 您看小马课件 马上就应该可以学会 同时Lambda函数 如果您要想设置的更加细微的话 这个是它的API的网址 小马也给您访问一下 Ctrl-C 再做个拷贝 好 再试试 Go 好的 大家请看 本网站就是英文 没有中文 好不好 也没有下语 小马看过了 在这个网站当中 您可以对使用CloudFormation 进行Lambda函数设置的 各种各样详细的配置 都可以找到 好 那么咱们先少续 马上进入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 今天的实战演习非常的简单 小马呢 给您建一个Lambda函数的 CloudFormation的模板 在这个模板当中 有Lambda函数的描述 同时还有权限的描述 并且把它们两个绑定在一起 同时部署 您通过今天的模板呢 不仅可以部署Lambda函数 可以执行 可以写log 同时还可以对它进行 各种各样丰富的资源的授权哦 咱们写完模板之后 咱们通过浏览器呢 进行部署做动作确认